走台三椅往石门水库的方向 循着指标弯进三坑老街 三坑老街没有大规模的整修 保留了原始的风貌 老街不长但是够老 房舍是专造的路面上铺着石板 虽有新旧高低的建物层次着 但是整个环境氛围还是很古味 这里曾经是日用品农产品 各种商业活动兴旺的老市集 但是曾几何时乌幻心仪 庙口的杂货店 是今天老街里唯一开门做生意的商家 几位老人家在这里聊天 中气十足的谈话声在老街中回响着 走进庙里不同于一般庙语 耳边传来的是有浓浓香土味的客家歌谣 几个阿伯摆起方桌玩着像其麻将 其子清脆的撞击声在庙里回响着 庙后方有栋百余年历史的三合院 清前地 这栋三合院保存得相当完整 红色的砖墙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依然艳丽 屋前修耕的农地里长满野花 有大群的野鸟聚集着 阵阵的鸟叫声在山野中回响着 此外整个聚落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道 从街口的黑白洗开始一直到永福宫附近 处处可听见潺潺流水声 丰沛的水流提供家庭及农业用水 同时也造就了三坑子的繁华 迎面而来的阵阵强风让老街更显潇瑟 小黄狗懒散地游走着 略大忧郁的眼神中 默默地迎接着老街的明天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